秘鲁大鱿鱼加冰应该有四五十斤 这里要大鱿鱼 这里要多少斤啊 两百多一点 千人火锅诶 七八个人能放得住啊 赶紧赶紧进去看一下 好像开始切金枪鱼了 他们说去年的话只有六七百斤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小哥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很容易接到鱼博会主委会的邀请参与 今天的展会 据说呢有不少的大鱼 而且还有很多好吃的 诶这就非常合和 咱们帅小鱼的汽车 走帮你们进去逛一下 哈喽今天就要你们带我去逛一下 就直接看什么 对啊 那我留开看 没事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我们先看哪个 先从红冬看是吧 可以吧红冬吗 可以啊可以啊 哇塞这环旗有点大 这个环旗多大啊 这个大概一百五十斤左右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不止一百五十斤 那一支有两百多斤 那一支是什么 蓝旗啊 蓝旗有两百多斤 你们这都是羊羊羊捕捞的 对对对 印度鱿鱼 这个印度鱿鱼 这冻多久 还能吃吗 可以的 都是长米了吗 可以的 也能吃 大鱼 这个就是大带鱼 对 这个是土龙吧 对 蚂鱼 蚂鱼 如果想买这种去哪里搞 我们这个主要是走大株贸易货的 那我就买一条两条 对 要给人买了 一条两条 我们这边明天就可以卖给你了 那这个还能吃吗 冻人家 可以的 冻多久了 这个度了三个月左右 好 我回头找你 那里面是蓝旗是吧 蓝旗你可以过来开一下 这种是赤身级别的 我日本空运过来有200多斤的 今天有开吗 对 过一会就开掉 差不多10点左右 10点左右 那开掉这个肉是哪里卖吗 还是什么 没有 我们现场品鉴的 免费品鉴 白嫖啊 我等一下过来能不能让我来切两条 可以吗 你确定吗 我觉得我可以 试试看 我一定要小心 诶 这把刀子 对 那我先逛一下其他地方再过来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喉咙看一下吧 好 也是那个有年了是吧 对对对 他们家每年也是会长出非常大的鱼类 哇塞 鱿鱼鱼 秘鲁鱿鱼 这个鱿鱼大诶 这老板在哪里卖不卖啊 我问一下 你们这个鱿鱼卖吗 这个是来这边长四月 长四月还卖吗 不卖 我想买这么大的鱿鱼有地方买吗 讲你能买吗 然后我可以 可以买吗 这我可以 黑鱼家 这个是真正的野生的黑鱼家 这一只应该也就6两左右 东西班 像这种都是比较普通 我们都有拍过 对对 奇修 鬼头刀 对对 你比较专业 对这个我们之前也有拍过了 你这个品种很多 这个是 这是鱿鱼 也是鱿鱼啊 鱿鱼 这个是那个零奇大物质 这个我刚进来半年也没看到这个 这个比较咸语 这个大鱿鱼 大鱿鱼 这里有多少斤啊 两百多一点 这个成标本了 不能吃了 嗯 展示意的 你们这里面的很多鱼我都吃过了 你有刷短视频吗 嗯 我又有刷 我又有刷 我要开地推 有没有关注 小文哥吃吃吃短视频啊 做海� 有关注一下 哈哈哈哈 一定要关注一下 对一定要关注一下 我到时候去你公司进货啊 跟你联系一下好不好 欢迎欢迎 啊 好好好 谢谢 好谢谢 刚才这里面的鱼 我大部分都已经吃过了 大部分都吃过 大部分都吃过了 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欢迎我们之前的视频 考证补 哇嘞 就是你们天天叫我做的那个巨骨蛇鱼吗 这个怎么吃啊 这个国外拿来做刺身 这个没刺身 什么鱼 应该是叫巨骨蛇鱼 哦 是不是真的巨骨蛇鱼 好像不会误导人家 但是看这个头的话 又不像巨骨蛇鱼 巨骨蛇鱼的嘴巴 不会这么尖好这样子 哦 这个真的不认识 啊 我是你粉丝 感谢支持 一键三连啊 粉丝你准备搞什么了 这不是挂一下这个馆吗 这个找一头啊 啊 这个啊 粉丝先吃 这个是姜丝鱼不能吃的 你要不要吃一点 不要了 有一键三连吗 还有加一键 我们必须一键三连 好 感谢支持 拜拜 大鱼鱼 养殖的鱼鱼很大 师傅这个鱼丸是这个做的吗 公鱼 还是吃吗 没有 免费白嫖 哎 又看到粉丝了 你好 谢谢阿姨 就那个巡鲁鱼做的 我们先看小温哥吃一下 鱼丸的汤很好 抱住手啊 怎么样 一个就好 阿姨 好吃啊 光我吃就没空说话了 好吃吗 嗯 很Q 它很鲜 里面的馅 这就是胡椒的特色 鱼巴肉 跟芋姨拿过来 差一点点没事 我跟这也吃了一个 好 给 尝一下 里面有一点点没熟的 不是没透 熟度是熟的 它这个没透就 就里面就有一点硬是吧 对 它没关系 不影响口感 我很喜欢这个 很喜欢 甜口的 现在我们在京东自营的 那种天猫 它是特别火的 你开始打广告了是吧 哈哈哈哈 绝对没有打广告 没有打广告的意思啊 哎呀 如果拍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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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广告 到时候我拉赞助 你赞助一点 可以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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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谢谢 我们再去观一下 好 谢谢 好好好 来看一下超大的海带 这海带的有几米啊 四五米啊 真的好高啊 优的脸 这个啊 大火锅 千人火锅 都可以吃啊 可以吃 看到汁又来了 咱们慢慢试试一下 咱们慢慢试试一下 好 比一下多大 咋了 我觉得得七八个人 刚才抱得住啊 这都有什么东西啊 鱼丸 就是全是鱼丸啊 对 全是鱼丸 不搞点其他的东西啊 这个就吃了鱼丸 我们刚才干吃的鱼丸 好棒 吃一个吧 我要一个好不好 够了 谢谢 你看一下 大骨头栏住的汤里 很好吃 好烫 这个鱼丸里面都是有这个鱼丸 好烫 不过这个鱼丸没有 刚才那个鱼丸好吃 这一个火锅是每年都有 它每年都搬这么大鱼丸过来 就专门给你做试吃 就每次掌柜在这鱼丸里面 都能吃到饱啊 吃到怕 吃到怕 我们再去看一下别的吧 好 等一下 真的还假的 当初这个鱼丸 这么大 现场吃掉了 就是在前年 今天这个呢 是假的还是真的 这个是一比一 比例的 两岸一下跟真的一样 好 今天这个是模型 模型 你模型 现在是模型去年那时候是蒸了 嗯 蒸了一个 然后去年现场吃掉了 吃掉了 总共6000人吃 6000人吃 这个整个回了好几圈 多少斤啊 一个 500多斤 你看 世界上最大的包心鱼了吗 我们有做了两个 这个是创世界基督 这个是世界基督保持者 哦 那说法 就是你自己把自己基督给破了 对对对 就更大了 再带我们其他地方开的有空吗 也可以啊 去这边挂一下 这是当水鱼吗 对 这个是当水石胖鱼 它应该是叫过鲁鱼 对 澳洲木鱼鱼 现在我们国内养殖很成功了 有几家在养一养啊 就你们一家最大的 今年那个我们苗爷鱼的 几十万就来了 可以啊 到头 鱼皮炸一下鱼嘛 开开鱼皮炸一下鱼皮炸一下鱼 试一下 这个炸到是吧 这个鱼其实我个人觉得比那个龙胆还要好吃一点 那部分人都说过 清蒸也可以 黄油拿来煎一下也很香 这现场就这种做法吗 给你尝尝这个 鱼皮 很脆耶 石斑鱼的鱼皮是弱的 它这个脆的 这个养的很成熟 它这个主苗是从澳洲引进过来的 那我们再去灌一下 回头去你上面基地 可以啊可以啊 一定要上去搞一条大鱼 好 我先逛一下 没问题 赶紧赶紧进去看一下 好像开始切金枪鱼了 他们说去年的话是有六七百斤 今年的话就有两百多斤了 是不是 今年一起吃鱼 我来当你助手了 好大啊 跟一只小猪一样了 师傅已经开始在分离开另外一块的背部 火肉部分 这个背部是赤身 对 装机啊师傅 这个鲜度够不够好 好多 差很多我感觉 鲜度够好它肉不会这么烂 这相当于俗成的 对对对 哈哈哈哈 下巴 新的路上所有的朋友都要吃 这个 这个才是好的东西啊 这个油猪都丰富 这个才是真正的极品 不搞了 休息一下吧 走我们去那边看一下他那有荤块的 我们可以找他拿点试吃一下 刚才非常难得的跟他们抢了两块 这个是大富 油猪最丰富的 是吧 师傅说眼睛是最好的 有没有路口即化 它会比较嫩 但是又不是像有腻的那种 很舒服 都会形容它 它这个排双排的还不是非常的到位 还有一点点的回刷 不算很好 对 这个是它的赤身部分 这个跟那块就比较差多了 而且刚才杀的过程中 它的肉就偏烂了一点点 相当于这个鱼是熟成过了 熟成过好几天了 就没有那么香 对 也没什么消息 油脂就没有那么丰富 吃起来就没有那么丝滑 哈哈 会有点辣 这个就没有香味 没那么香 吃完了 他们的宝贝都被我们吃完了 哈哈 你加两块 我们这里面逛的也差不多了 就比较有亮点的地方 我们也都逛了差不多了 那么这期视频就做到了 记得点赞观众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